我们认识的当代作家 很多人都是经历过十年浩劫的 后来也写出了一些反思痛臣 往往看一段文字 就让人唏嘘不已 我是在两岁的时候起的门 在成都 外公李尔渝文革中蹲点在家 没事干就叫我念字 我太小 有时候念不出狗猫羊来 就以汪喵和妹来代替 外公撵着嘻嘻啦啦的胡须很得意 说 这娃娶娃娃的 我五岁时开始背唐诗 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 外公讲究赢 很有点像武林外传里 秀才的怪声怪气 我很害怕 屡屡被打 九岁时开始学习三国水浒 及夏商周秦汉 我根本不理解 但记性很好 能够把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轻 也能把刘金棠和方天己分得很轻 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 外公坚持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主席选集 翻译到高兴之处 就用食指敲的桌子堵堵的 躲在墙角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 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 说李尔渝越来越反动了 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 还堵堵地发密电码 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 头上流着血 腿肿得发亮 但还乐观 说他幸好会武功 他是晚清根子赔款公派刘洋的学生 才华很易 与一后来很著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 但人生诡异 两人四十年后 因治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 大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 愤然回国 先后在燕京女大和北师大 黄浦军校任教 后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 晚年他说 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左派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是右派 我左右都不是人 他最困难时 那郭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 好给他一些照应 他拒绝了 说不能与之为伍 现在想来 外公就是书读的太多 读书越多越反动 臭清高 自寻死路 他死的那天 丧事不能大办 悄悄火化后 把骨灰撒都江燕 饱瓶口的江水里去了 饱瓶口回水窝一悬 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 这也是他的遗愿 写这么多我的外公 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 而且是终身的老师 他那间阴暗简陋的砖瓦房 是我第一个书房 我一直记得他说的一句话 凡干某个职业的 穿着一定不要像那个职业 越像证明他干的就越糟糕 后来生活证明 外公说得很对 比如现在 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 动辄萨特莫奈 后现代主义的人 一定是假装的文艺青年 头发长 是因为没钱捡 也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 比如报纸里天天穿着 很多兜的摄影背心的记者 多数不是摄影大家 正处于刚刚把焦距调准的阶段 还比如 下雨天都戴着墨镜 走路假装低头 怕被认出来的 一定只是三流明星 故作姿态 引你注意 属于东北孩子 冒充台北孩子的干活 不一而足 小时候 成都到处是可以读书的地方 九眼桥头的茶馆 磁绘堂的年糕铺 井江边上的评书厂 不像现在 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去了 旧纸外是卖伪劣服装的 世博物馆 好像久不见什么文物了 到时有很多成都人 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地方 太阳灿烂的时候 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 搓切 搓切 我记得当年外公 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 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 极度山恩筹记 中风在黎明前死去 茶花女 地道站 说堂 都有 我记得好多孩子 都埋头在条凳上看书 样子呆若木鸡 现在那里 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 晚间有很多孩子 在那里打电玩 或者嗨大了 冲街边吐 看上去标志而聪明 外公死时 我正在新疆 辗转知道 他对我有一个要求 让我一定要回到成都去 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 他要活到现在 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外公没什么好结果 我的另一个老师 也没什么好结果 小学五年级时 我回到成都 班主任是个帅气的青年 名叫孤正久 我认为 我的白话文写作 生动这一刻 是他启蒙的 他教我们成语时 会身体力行 比如功亏一篑 他就会把扁担和竹篓 挑进教室 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 来证明这个成语的缘起 他还教过我们背现代诗 我听不懂 只记得他念的时候 眼睛亮亮的 他个子高高 皮肤白皙 戴个斯文的眼镜 可后来他疯了 听说是因为 学校分房时 领导不想分给他 当开分房讨论会时 把他知道校门口执情 等他回来时 房都分完了 而他正等房结婚 听人说 孤老师疯了的样子时 在路上狂奔 不断地把帽子 使劲向天空上扔 便大叫 瓦西里 冲啊 我来了 我对他很感恩 不知他的精神状态 好了没有 是他第一个 带我去图书馆 学会借书 地点是柯甲港 他告诉我们 当年时达开 就是在这里慷慨就义的 还有一些人对我有恩 我的表哥二十八岁 就当了省长秘书 一直尝试 让我做一个正派的读书人 借给我看很多书 他第一个告诉我 什么叫三权分治 什么是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愿用生命 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说得热血沸腾 可是生活总那么神奇 很多年后 他早就不读书了 成为倒腾文物的大佬 据说还和非洲人 做乌木的古董生意 现在他的最爱 是打麻将斗地主 把有限的青春 投入到成都 无限的全民娱乐事业中去 那名言变成了 我不同意你胡牌 但我用生命捍卫你胡牌的权利 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 成都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少 能读到好书的地方 也越来越少了 这和全国形势是一样的 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就是好 不过我还是在玉林小区 发现一家叫 大印象书房的地方 装修的旧旧的 二层楼 规模不大 但有最新的书和杂志 二楼上是书吧 可以喝茶 人不多 年龄都在三十五以上 一楼经常会出没一些 八零后 甚至九零后 来买郭敬明或韩寒的书 有一天不知怎么 两派粉丝就吵起来 差点动手 我发现三十年间 书店最大的变化是 那时站着的人多 现在跳着的人多 因为那时的人 没钱买书 只能去书店蹭书看 还站在那儿 偷偷拿笔记本 抄书上的内容 现在明星牵授的事情多 所以到处是举着荧光棒 疯狂蹦跳着 呼喊着偶像名字的粉丝 虽然大多数分不清 博尔赫斯还是赫尔伯斯 也分不清岳飞和张飞 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不过这没什么 生活给我们提供的足够多 不需要知道岳飞和张飞 只需要知道王飞 我在成都的家 有一个很大的书房 当初装修的时候 我就把最大的那间 做成了书房 沿溪那堵墙 用木条做了 足有五米长三米高的书架 脚下也全都做成了书柜 一律不安玻璃门 因为一个师兄说 真正的读书人 是要一伸手 直接可以取下书的 王小波的书 被摆在最正点的地方 然后是海明威的 然后是海子 顾成等人的诗集 然后是武侠 然后是一大堆敬书 不过大多 我都没来得及看 这是半喇子读书人 虚荣的通病 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是 看近十年来 报纸的核定本 你会觉得 比辽斋还荒诞 比科幻小说还科幻 很多年后 我有了一些钱 就在北京 买了一套靠河的房 书房往远处看 是一排非常现代化的建筑 比如潘石屹的SOHO 比如国贸 比如银泰 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台制 但细了看 其实也有很多 简陋脏乱的地方 面目猙獰的工地大坑 混乱十足的 给民工发放盒饭的露天食堂 正如刘振云先生写的 《我叫刘月静》里的场景 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 完完全全是一个大贫民窟 我的书房下面的风景 是中国墓前的缩影 是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 粗暴嫁接 不知为什么 这些书里没有告诉我 지고voll切 Baet 这是一个草莓的 人们的 权利